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變成麵包超人了 麵包超人在這裡 看到了沒有 在這裡 好 今天我是熊本熊喔 不過一樣都是日本的 日本來的 好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說 其實不是教你們做蛋糕 我沒有要教 只是分享這個烤模的用法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圓圓的 很可愛有沒有 我有兩種 一個大的 一個小的 大的是18公分之徑 小的是12公分之徑 那中的 因為賣完了大家最喜歡中的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用一個大的一個小的來烤 那我昨天已經試過這個配糖是 適合這樣子一個分量的 那介紹一下材料就是在這裡 就是砂糖 砂糖的部分 那我用上白糖 這邊是蛋白 這邊是蛋黃 蛋黃幾個 1 2 3 4 5 6 7個 7個 所以我就猜應該 每每你大的只有5個或6個就夠了 好 還有低筋麵粉 過篩 然後奶油乳酪 還有牛奶 首先我們要開始做的部分就是 熱膜先放旁邊 我先不要理它 因為等一下有的是時間 好 蛋白我們放這邊 蛋黃 那我們要操作的步驟大概就是 蛋白跟蛋黃等一下再打發 好 我們先將奶油乳酪跟牛奶 先混合在一起 好 混合在一起之後呢 再加入蛋黃跟麵粉 然後去攪拌均勻 那這邊我為什麼要特別介紹 主要是因為說 奶油乳酪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以前 我剛用的時候我覺得有點難操作 因為 它都幾塊幾塊 你知道嗎 我們剛切下來的時候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的這個奶油乳酪是在Costco買的 當然有很多人是用日本很高檔 或什麼沒關係 反正它就叫奶油乳酪 就像這樣子 就是一整塊 好 一整塊 好 那我們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 盡可能 你要使用它呢 就是說 你先把它切小塊 切小塊之後 有很多種方式可以把它變成這種 有沒有 有點像乳霜狀的東西 隔水加熱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稍微微波 或是 或是你把它放軟之後 再慢慢打 也都ok 用打蛋清慢慢打ok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方式 反正你就是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乳霜狀 不要一塊一塊 因為一塊一塊 等一下你要跟牛奶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 那我們就把它跟牛奶拌在一起 奶油乳酪我用的是大概 其實我在做蛋糕的時候 我都會配合賣的 市售那個材料的單位 然後去做設計 然後像我在Costco買這個 事實上它是幾磅 4 1 2 3 3磅 3磅 一個包裝 也就是說大概1.36公斤 那1.36公斤我就把它分成大概四份 好 每一份大概330 350左右 那你就看你自己 自己的那個 呃 配方使用量 好 那 這裡有一點 好 我們要想辦法混合在一起 這時候呢 用刮刀不太行 我用打蛋器 打蛋器比較容易快速的可以混合 這些材料 我們要打發喔 我只是把它混合在一起 好 注意到沒有 我只是把它混合在一起 讓他們兩個能夠均勻的 那我覺得很奇怪是 我不知道最近有一個人問我說 為什麼都要出現用這個盆子 其實 你用什麼盆子都OK 你了解嗎 像我這個是劉中里的 劉中里的那個條里藤 五件組的其中一個Size 這個Size是19公分直徑的 然後呢 這個盆子是什麼 它是透明的對不對 它這個盆子有個特色 我跟你講 我一邊做一邊講 那盆子有個特色就是 它就是固定100克 所以呢 我秤材料怎麼樣秤 就是不用事先扣狀態就是100克 為什麼要這麼做 是因為像譬如說 我要先打蛋 因為我要確認蛋是OK了 然後呢 才能使用 因為有時候蛋你會破啊 蛋黃混在一起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就會把它放在這個裡頭 那我拿進去秤的時候呢 譬如說你看到是230克 例如 這邊是230克 那它的鏡重就是130 為什麼 因為盆子就是100克 這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盆子非常好用 因為 呃 我們在秤材料的時候 有很多種情況是 你沒有辦法 先厚重 因為你一旦先扣狀變成說 我已經裝好之後呢 然後呢 我又再拿另外一個盆子 然後再把它 先扣完狀之後 再把材料倒到那邊去 這樣會變得很麻煩 然後你要用的盆子也非常多 好 所以我會很喜歡用這個盆子就是這樣 好 好 那接下來 你看到嗎 我已經把這個混合均勻了 看到沒有 已經有點cream的 就是比較稀一點點了 然後你沒有看到塊狀的東西了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要講什麼 我們剛剛說 呃 那如果跟它混合之後呢 你就要把它加入蛋黃 跟蛋白的部分 呃 蛋黃跟麵粉的部分 好 這邊 我們要盡量節省工具 好 蛋黃要慢慢加進來 那 慢慢加進來也就是 反正你就想辦法把它加進去了 好不好 這個手法每個人都不一樣 好 就是混合就對了 混合 有沒有看到 混合均勻 好 一下子 這已經變黃色了 然後呢 我們再把麵粉 低筋麵粉過篩進去 那 低筋麵粉有個特性是 它很容易就結塊 你如果放在空氣當中 所以呢 即使你在秤料的時候已經 已經過篩過了 那 你要注意如果它放有一點久了 那你可能就是要先 呃 再加入麵粉的時候 你還要再過篩一次 就把麵粉加進去的時候 還要再過篩一次 這樣子 那不過篩其實OK 只是你做出來蛋糕 有時候 比較有可能會結顆粒 這樣理解嗎 好 好這邊材料有點 有點 稠了 我就把它放回來 我用刮刀來做 好 那實用的工具 其實真的看人 我沒有說一定要用什麼 沒有這回事 你高興就好了 知不知道 在你們家的廚房 你覺得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OK方便就OK了 你也可以用筷子啊 為什麼不行 就比較不好做可以嗎 對不對 所以不要有一種迷思 好 反正我們只要達到相同目的就好了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們這樣就攪拌均勻 好 攪拌均勻 那以前我會在這個時候啊 如果我自己做沒有錄影 我會先打蛋白 可是因為K 其實有一點炒 這台攪拌機有一點炒 所以呢 我就沒有打蛋白 因為等一下打蛋白非常非常快 好 那我們在打蛋白的時候呢 我再來教大家就是怎麼樣去使用這個膜 好 好 這樣混的均勻了 大概是這個程度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已經有結顆粒 那怎麼辦 結顆粒就是 你愛過篩啊 對不對 那我就拿另外一個盆子出來 然後呢 拿一個篩網 拿一個篩網 然後 就把它過篩 那過篩就是希望說你整個蛋糕的那個 會比較細緻 滷肉蛋糕會比較細緻 因為剛剛即時你已經把它弄成乳霜狀了 可是 你加入麵粉之後呢 它還是會有可能結顆粒啊什麼之類的 沒有假扮均勻也是其中一種 所以呢 我會用過篩的方式 來 呃 讓它的質地 會更均勻細緻一點點 這樣可以齁 我覺得我想要慢慢做不要太緊張 不然等一下又會像上市一樣 忘記加了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那我現在說齁 其實 我不是什麼老師或者是什麼民視沒有 我就純粹只是 握在自己家裡面 那我會分享只是我想要介紹 這些工具給大家 這些烤膜啊什麼的 好 這是我的興趣 其他的沒什麼 好 所以不要問我這個東西為什麼會怎麼樣 可以來討論 但是我不是神 我不是 好不好 好 因為有些原理其實我們不懂 那我們就看說 欸別人怎麼做 然後你再慢慢自己去 try 你去 try 出你自己的方法 好 反正目的達到就好了 手段不重要 手段要合法啦 對不對 好 好 這樣過篩 那過篩之後呢 其實就會很細緻 那過篩這個手法 其實我在那個 蜂蜜蛋糕之後 我也會用 好 因為這樣的話會 蜂蜜蛋糕也希望要 整個組織要細緻一點點 也會用 好 過篩之後真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噢 噔嚇 這樣看到嗎 好 那我們又把它塞過來 噔嚇 噔嚇 我們家骨妞妞又沒有來了 為什麼 因為做蛋糕不要讓他來好了 沒有啦 他在睡覺 他剛剛玩太累了 就讓他去睡覺 那睡覺的時候就是我自由的時間 有點複雜 其實功有點多 而且這乳酪蛋糕我覺得很好吃 他烤很久很久你知道嗎 那我昨天做那個其實還蠻不錯吃的 那朋友跟我老公都說好吃好吃 所以那我今天就按著昨天的方法 再來做一次 然後配方也覺得還OK 好 這個我們就放旁邊不理他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我腰已經這樣來回過篩了 還要比較細緻一點點 好 放著不理他 這時候我們把夾半鍵拿出來 夾半鍵拿出來 其實你要用什麼機器都OK 因為我管不著 啊我只是我喜歡用機器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喜歡手打 太累了 刮刀 我的習慣 給大家參考 我在過程當中會用到很多刮刀 通常我用白色的替代 就是代表我要打蛋白 使用蛋白這個部分 我用其他顏色來 操作其他的材料 避免混淆 為什麼 因為蛋白很怕碰到油脂 好 那我們打蛋白的時候 戚封蛋糕打蛋白 其實我剛學會的時候就是做戚封 因為戚封真的比較好做一點點 這時候蛋白放好了對不對 我們先用慢速 所以慢速開始 然後呢讓他打到八號 那加糖的時間其實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看書上是這樣寫 就是說蛋白他打八跟全蛋打八一樣 他會有 他會產生一些泡泡 對不對 打八都會有泡泡去包空氣 對不對 好 泡泡去包空氣的時候呢 你就要想怎麼樣 那個空氣能夠一直持續很很穩定的躲在裡面 不要消泡 我們講消泡 不要消泡 也就是說你要泡糖 糖去穩定它 但是這時候如果糖太早加上去 你的蛋白又不容易打發 因為你一旦糖去把它包住之後 你要再包其他東西就不容易 所以你只要知道這個原理的話 你就知道說 OK你要怎麼去 去降這個砂糖 它的時間點 現在也不是不能加 只是說你可以找到你加 但是你的蛋白會比較慢打發 理解嗎 糖是會影響蛋白打發 可是它又可以固定你的蛋白的發泡情況 但是泡完加又不行 因為泡完加它又不太會融化 這樣一點齁 這是我的心得 給大家參考 好 有一點放好了 我們可以稍微加快速度 等一下慢一點好了 因為我想說一件事情 滷肉蛋糕通常要加檸檬汁 然後你看我剛剛去買了一大包 一大包的檸檬汁 然後我來吃呢 我老公是說檸檬汁最好多一點是比較好 最好是多一點 那我們就來加多一個一整顆 鮮柴 我加兩顆好了 加兩顆鮮柴檸檬 好 我再加它 然後 看一下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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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好整張 好我們幹嘛先慢慢加一點砂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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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擠一下檸檬汁 其實檸檬汁可以平常就準備了 但是我沒有準備 因為昨天才買的 然後我在等我新的攪拌機來 有那個炸汁機有沒有 欸要看有可能 好 我有加買那個裹層炸汁機 然後它就可以很方便 所以我們用手先擠 好 那手擠的方式大概就 我都會用這樣 就切半之後 然後揉一揉 然後用湯匙這樣 軟一軟軟一軟 然後 就也可以還蠻乾淨的 然後手又會香香的 好 你要注意你的蛋白在打 不要打過頭了蛋白 稍微再快一點沒關係 好 差一點忘了家裡 我記得之前去上廁所一次 回到家才發現 忘記加檸檬 然後就跟其他人一起做 然後大家說 嗯那個味道不太對耶 啊檸檬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檸檬加進去 整個那個風味就不一樣 看到沒有寫 現炸 現炸檸檬汁 好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蛋白打發的情況 這樣快一點快點 記得確認一下 蛋白 蛋白不用打得太硬 這時候的蛋白 還沒有很漂亮 好 我覺得還不太夠 很多蛋糕其實蛋白打發一點 所以我先讓一下 注意這個不要打過頭喔 最後要慢速稍微大概鬆一下 因為鹽快速的時候 然後產生的那個泡泡是比較大的 那牛慢速的話 就是可以再把那些氣泡均值一下 OK 好停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的那個蛋白有沒有 就會很漂亮 好這時候呢 我們 我們的檸檬汁先慢慢加進去 在這邊 加到這邊回來 加進去 好蛋白在這邊有沒有很漂亮 這次要幹什麼 拍一張照片 記錄一下喔 照片 好 來 我們把它取下來 看一下大概是這樣 可是這有點硬了啦 不過 也OK啦 就是 還可以還可以 還可以啦 不要嚇我 我沒什麼經驗 好 OK 來 我們把蛋白撥過來 有人說撥三分之一啦 那以前我就很刁定有沒有 才講很刁定就是 三分之一是多少還用秤的 後來發現三分之一不是重點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我們這邊比重比較重 這邊比較輕 所以呢 你要比重不一樣的東西 要混合在一起 一定要局部局部來 那也就是說 你可能要把輕的放到重的這邊 慢慢慢慢攪拌均勻之後呢 然後把兩邊的比重稍微 拉近了 然後在最後再做混合 所以一般的話習慣講法是三分之一 可是其實 有沒有三分之一 我不知道 我不會這樣子量 好不好 有時候要很準確 有時候不一定 好 這時候再拌的時候 你要記得從底下再刮上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蛋白 然後我每次都問大家 到底是鋼這邊的 玻璃鋼那邊要倒過來 還是 我這邊攪均勻之後 你們這樣子講法就是 這邊攪均勻之後再倒回去 其實我覺得都OK 因為 這個比較重 所以呢 我都習慣最後在這邊 可以嗎 不過 不過 不過這個盆子 不好意思 這個盆子 有一點 有一點小了 我就換成柳鐘裡這個 所以你看 其實你自己要看 就是該用什麼盆子 你自己要去決定 它本身的材質 你要用的情況都不一樣 那不能一概而論 所以你會發現別人在用什麼時候 你就要問清楚說 欸為什麼 是這樣 那或許有時候其實沒什麼原因 因為像我就消消消 有時候 高興就用這個 就是這個 不高興就用另外一個 對不對 好 那通常那樣用 有時候會有目的 有時候是不會有的 OK OK 來 我再把它攪拌均勻一點 那手要輕喔 那 可是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喔你怎麼會有粗魯這樣 不不不不 好啦 我會改進 好不好 來 我動作很快 然後再次就 常常欲速著不打 然後再次就 胃力幹有沒有很重 真的沒有很重 它真的沒有很重 它真的沒有很重 到底有沒有很重 我覺得 你們自己判斷 因為 每個人的判定標準不同 對不對 或許我很抽用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會重 然後你就很嬌小 你就覺得 哇 好重喔 我們剛剛忘記做一件事情 我們的烤膜 要 抹油 然後呢 抹油再上一點粉 好 這時候先擺著 好 我們烤膜在這裡 記得 我都用 烤膜油喔 好 欸這不是殺蟲劑 你們不要誤會了 你們不要誤會囉 我沒有用殺蟲劑喔 這是烤膜油 烤膜油其實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它本身是使用我去做的 通常都是葵花籽油之類的 或是 是戒籽油嗎 還是什麼 不知道 好 抹這個時候 我們會把份量外的麵粉倒進去 好 倒進去做什麼 你就像這樣子 然後整個蓮蓮有沒有 這樣拍一拍 拍一拍 這很重要喔 因為 你沒有這樣做 等一下你 你的蛋糕烤得很漂亮都沒用 為什麼 因為它會變成凹凸不平 然後變成 好胸的頭 對不對 好 好 登登 像這樣有沒有 都已經沾好了 這樣 然後小的也是一樣喔 這樣拍再一次 再一次 那多的粉記得要弄出來喔 你不要把它放在裡面啦 很奇怪 你會發現 蛋糕怎麼壞壞的 記得把它拍一拍 好 拍一拍 最後把它倒回來 這粉可以喔 低筋麵粉告訴大家 都可以啦 這個不是很重要 好 然後呢 我們就 好 烤膜放在這邊 好 這個要先放出去 烤膜放在這邊 我確認我的麵糊都已經 蛋糕糊都已經攪拌得差不多 而且很均勻喔 很均勻很均勻的情況底下 很均勻就是 你要從底下這樣翻上來 看到沒有 你要從底下這樣翻上來 確定都很OK了 就是沒有白白那種 就是還沒混合到的蛋白的那個顏色 就OK了 好 這時候呢 好 我就會這樣看好喔 等一下 還不行 你們猜為什麼 因為我要拍照 哈哈哈哈 知道沒有 很多事情就是你隨手這樣一做 然後 就省工夫了 好 記得 八分滿就好了 九分滿左右 大概像這樣 大概 大概 大概不用抹 也不用磁量 你要學會就是用目測的 好不好 一部分能全滿喔 全滿 等一下你烤出來會完蛋 因為它會吐奶 吐奶你們知道什麼意思吧 就是小孩子一年了 好不好 好 好 不能全滿喔 你看 有沒有這個比例配方 非常的漂亮 就剛好一大一小 那有些人說 你為什麼一大一小 烤萌可以同一乳嗎 可以 但是這個要技術很高超 才可以辦得到 就是我啦 呵呵 好啦沒有啦 其實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烤烤的情況就好了 呃 照理來講是 比較不建議啦 可是 因為我昨天就這樣試成功了 那我想我就照這樣做 因為這樣配方剛剛好 那一大一小也方便 來做一些觀察 因為小的通常都是 試吃 好不好 小的通常都是試吃 那最後我可能就是 我們把這個畫一畫 好 用這樣畫一畫 好 這個畫一畫 好 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放烤箱 用一百 一百四十一百三 那反正就是很低溫 然後用水浴的方式去烘烤它 好 好 就這樣 再稍微吹一吹 好 OK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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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